除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还有国家交响乐团 NSO带来的《古乐之歌》 音乐总监吕绍佳说 一个指挥的一生能够演出 一次《古乐之歌》就非常难得 这是他第二次指挥 简直是非常幸福 《古乐之歌》一次要集合 五百位音乐家共同演出 这首曲式磅礴又柔情似水的曲子 非常适合挥别过往 迎接挑战的重要时刻 这次是《古乐之歌》在台湾首演 NSO以将近五百人的超级豪华阵容 要跟大家一起迎接新年